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 改编自爱马唐纳修的同名小说《房间》 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 生活着一对母子乔伊和杰克 两人每天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无法出去 房间里没有窗子 只有一扇小小的天窗 能钻进一缕阳光 其他设施也只有一些必需品 男孩杰克已经迎来了五岁生日 他长着长长的头发 但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狭小的房间 天真的他以为房间外面是太空 房间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在杰克生日的这天 和妈妈乔伊一起收拾房间 两人身高做运动 一起做生日蛋糕 但是没有蜡烛让杰克很生气 他希望妈妈能让老尼克带来蜡烛 因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都是老尼克从外面带来的 这让杰克认为他是有魔法的 但是乔伊根本没有告诉老尼克 今天是杰克的生日 晚上乔伊将杰克放在衣柜里睡觉 随之老尼克来了 原来乔伊是七年前被骗到这里 囚禁在这里的姓儒 而杰克是老尼克强暴乔伊生下来的孩子 第二天 老尼克给杰克带了一辆遥控小汽车作为礼物 好奇心驱使的杰克也想看看 会魔法的老尼克到底什么样子 他只能躲衣柜里偷偷看他 因为妈妈不允许他接近老尼克 在一天晚上 杰克还是偷偷跑了出来 他走进老尼克时 老尼克醒了 乔伊激动的大喊不允许老尼克碰他 这激怒了老尼克 他将乔伊用枕头捂住让他无法呼吸 直到乔伊求饶 老尼克走后断了房间里的电 乔伊试图用大叫来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他 乔伊过够了这样被圈禁的日子 他决定告诉杰克这一切 老尼克根本不是他们的朋友 外面的世界很大 小猫小狗树木都是真实存在的 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些的杰克 不能理解乔伊的心情 和妈妈大喊大叫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慢慢的杰克开始主动问妈妈 外面的世界哪些是真实存在的 他开始向往外面的一切 妈妈看出了杰克的小心思 心中窃喜 他们或许有机会逃出去 乔伊已经想好了点子 他用热毛巾将杰克的脸烫得通红 让杰克假装生病 逼迫老尼克带他去医院 让杰克带上纸条 寻求别人的帮助 谨慎的老尼克并没有带他去医院 只说明天会带药来 装病计划宣告失败 不甘心就此放弃的乔伊 又心生一计 让杰克装死 母子俩一遍遍地排练 保证杰克能从地毯里滚出来 停车的时候跳车 向路人求救 乔伊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杰克的身上 老尼克来前 乔伊将杰克卷在地毯里 伪造杰克已经死了的样子 他要求老尼克将杰克 安葬在有树的远处 怪老尼克害死了杰克 叫他不要看他 出乎意料的是 老尼克竟然照做了 抱着裹在毯子里的杰克走了 将杰克装在了卡车里 准备去处理掉尸体 在第三个插路口 卡车上的杰克 从毯子里钻了出来 牢牢记着妈妈告诉他的步骤 杰克第一次看见蓝天 大到他无法想象 看见真实的树 马路 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新物种 老尼克停车时 杰克跳下了车 就要被老尼克抓回去时 被出来遛狗的路人发现 杰克大叫Help 路人发现了不对劲 叫住老尼克要抱紧 老尼克丢下杰克跑掉了 随即警察来了救了杰克 慢慢的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杰克第一次见到妈妈以外的第三人 他有些害怕不知所措 在女警官的漫漫疏导下 他说出了房间只有天窗 想起妈妈告诉他道 他们住在棚屋里 以及在出来前妈妈告诉他的话 警察掌握了初步信息 迅速锁定位置将乔伊救了出来 母子俩获救了 再也不用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杰克再次醒来时 他和妈妈已经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还不能适应正常的生活 不和妈妈以外的人交流 医生建议他们先接受心理治疗 但是乔伊却更想回家 七年的时间已经改变了太多事情 乔伊的父母已经离婚 妈妈再婚 父亲在外地工作 杰克的外婆将乔伊和他接回了自己的家 外界过度的关注 让母子俩也感到不舒服 乔伊的继父李奥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 精心照顾乔伊母子 为杰克准备很多玩具 怕杰克不适应 还将自己的狗送到郊区 为他们准备房间 外婆看到杰克一头长发 问他要不要剪掉 杰克告诉妈妈 那是他的力量所在 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关心母子俩 除了乔伊的父亲 他也很关心乔伊 但是却无法接受 他和强奸犯生的儿子杰克 甚至都不能正视他一眼 在乔伊的强烈要求下 也无法做到和杰克说一句话 本以为逃出那个小房间 日子就会好起来 但是乔伊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过得并不舒坦 他准备接受一些节目的邀约 来获取一些报酬 李奥慢慢的吸引杰克的注意 使他慢慢愿意接受李奥的关心 杰克已经可以独自和他吃饭 还问李奥的狗长什么样子 因为他一直想要一只真正的狗 小孩子的心灵总是那么单纯 可以逐渐接受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 而乔伊却很难接受这一切 他想杰克可以玩玩玩具 和其他人接触 像个正常人一样 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自己却无法走出阴影 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 怪母亲把他教得太善良 在录制节目时 参访乔伊的记者 问题呢 一个比一个犀利 就在问到乔伊 杰克降生后 为了给他自由 为什么不让老尼克带他走呢 这个问题彻底打破了乔伊的心理防线 他在卫生间里自杀了 还好杰克发现得及时 乔伊被送去医院 脱离了生命危险 很快杰克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和邻居打招呼 和外婆一起做蛋糕 李奥将他的狗接回来 和杰克一起玩 杰克找外婆要剪刀 想要剪掉自己的长发送给妈妈 将自己的力量一起送给他 乔伊回来看见杰克正在草坪上 和小伙伴们一起踢球 乔伊再一次被杰克救了 真正体现了为母则刚 乔伊向杰克道歉说 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 杰克回答道 可你依旧是妈妈呀 这让乔伊一下子开心了起来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融洽 乔伊带着杰克尝试不同的事物 寻找自己热爱的东西 最后杰克提出 想要回到小房间看看 房间变得特别拥挤 杰克与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道别 乔伊也向这里道了别 也同样和自己内心的阴霾道了别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影片作为小成本电影 却获得了多项大奖 影片中有很多片段让人泪目 在房间里 你是我的全世界 走出房间也不会害怕 因为我们依然在一起 这句话是孩子说的 但同样适用于母亲 甚至可以说 其实是孩子拯救了母亲 片子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看似容易接受些 但实则更让人觉得残忍 男孩的独白好多地方直出了一点 很不错的一部电影值得观看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观看完整版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